抹茶慕斯滿桌甜點 讓人垂涎三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四月底封城仆仆到訪歐洲 為六月登場的 大阪G20峰會做準備 以核實外交博感情 先收買歐洲盟友的胃 值得注意的是 過去安倍外訪搭乘的專機 已經功成身退 這一次採用的是 第二代新專機 將肩負起未來 令和時代的外交重任 就在安倍訪問法國時 發生了斯里蘭卡爆炸案 罹難的外國人當中 也包括法國籍與日本籍人士 兩國領袖決定加強反恐合作 這一次到訪的歐洲國家 包括法國 英國 義大利 比利時 還有斯洛伐克 緊接著要到美國與加拿大 除了爭取與歐美各國的 經濟合作之外 如何因應朝鮮半島局勢變化 也是外界關注焦點 大愛新聞旅方編譯